早安现场 早安台湾的朋友你好 我是张婉如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跟大家来一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而这一段历史到了2015年 已经进入了70周年 在这70周年的当下 我们再继续回顾过往的 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今天的重点主角 我们要来看到飞虎队 我相信很多的听众 听到了飞虎队 一定会觉得说 在当年是如何的英勇 而在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看一段 在今年度所正式推出的 一部大型的纪录片 《飞虎传奇》 是由公共电视 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集团 还有上海纪实频道联合制作 当中完整地记录 飞虎队的故事 遗迹跟影响 留下完整的历史见证 我的长期叫杨少华 少去的 他说我中难了 我跟他的后面 他一告诉我中难了 我的飞机就这样子飞了 我就是不规则地飞了 还中了七八口子的 没有事 他中难了 他跳伤 我也后他跳伤 没有两天 老婆心就把他送回来 而在今天的早安台湾 我们就要特别来 深入这一个纪录片 专访了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来介绍的是 在这个纪录片当中的 制作顾问 王立本教授 王老师 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另外一位特别来宾 是位女士 是这部纪录片的制作人 郭婉玲 婉玲姐你好 大家好 先请教制作人了 就是过去所看到的飞虎队 大部分可能是一些历史的书籍 或者一些移民的资料 但是这么样的大型的纪录片 可以说是台湾的第一次了 所以在以前 你所看到的飞虎队 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 那个宛如刚问我这一问题 就是对 其实我应该算是 老一辈的代表吧 就是其实因为 我在做这部片的过程当中 接触到很多 所谓的观众朋友 或听众朋友 然后我也都问他们 这个问题这样子 老一辈的人 我相信大家对于 陈纳德将军 应该都不陌生 他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 那他跟陈湘梅的恋情 我们也都非常的耳熟 大家听得比较多 是他们厉害的不错 对 然后当年台湿 还拍过这个连续剧 所以大家都 这个故事 其实都是非常熟悉的 可是真的 比较年轻的观众或听众 他们对于这一段故事 真的很多人 真的是完全没有接触过 甚至完全没有听过的 虽然我们的爷爷奶奶 甚至祖父母那一辈 他们其实多多少少 跟那段历史 都有很深的渊源 可能家人朋友 或是从大陆来的亲友 跟那段历史 都有很深的关系 可是很多年轻人 尤其是现在 十几二十岁这一辈的 他们对那段历史 真的就完全不知道 又很深的隔阂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正好带大家 一起来看一看那段 就是很真实 然后对我们来说 也许又有一点点 遥远的历史 是 这段纪录片公共电视 花了三年的时间 才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所以这三年 真的不容易 要收集很多的资料 还有历史的记录 你觉得 做历史记录片 最大的一个困境 就是你必须还原 每一个史实 那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繁琐的 因为在经过了七十年之后 留下的所有蛛丝马迹 可能都是片片断断的 不管是文字资料 不管是照片 它都是 就是你必须花很多的力气 去考究 所以我们那时候 请王立本老师 帮了很多忙 对 就是我们非常需要 很多的专家学者 给我们很多建议 然后我们才能够抓到很多的重点 然后比如说一大堆照片当中 你要找出哪一张是最有意义的 或是它的故事是最动人 你最值得去述说的 这些都要经过很多的梳理跟判断 那我觉得这是做历史记录片 这件事当中最困难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那个整个研究的过程 那当初我们在这部片 做这部片的过程当中 就是早期就投入了很多力气 在这个部分 去搜集很多各种各样的资料 这样子是 所以背后的那个灵魂人物 就是制作顾问 王老师你很重要了 哪里哪里 所以老师在这么样的一个 过去七十年的记录当中 有这么多资料要去爬书 整理 不容易 在接下来我们先请老师 来介绍一下 飞虎队当时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空背景 好的 我想飞虎队 主要是 一般我们讲飞虎队 其实是俗称 它的全名是 美国驻华志愿空军大队 一开始的时候 它的名称是这样 主要是因为到 因为我们知道1937年 这个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然后因为战况非常的激烈 当时中国空军 虽然也是英勇作战 但是在短短的 很短的时间里面 几乎就把中国空军一点点 非常有限的基础 几乎都折损殆尽了 不论是硬体或者是软体 所以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 这个领袖蒋介石先生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先生 就很希望能够从国际上 获得管道 补充新鞋 给中国空军补充新鞋 能够持续跟日本作战下去 因为当时中国 所有一切空军的这些器材 都要仰赖进口 再加上飞行员有大量的折损 所以硬体软体都缺 所以当时不只是要买飞机 还必须要聘请飞行员 专业的飞行员 在当时也折损得非常厉害 折损得非常的厉害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所以这个 这个才会在1937年的6月 就是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 陈纳德先生才来到了中国 来到中国之后 当时他就在 很快后来很快就开战 7月就开战 当时陈纳德先生就建议 这个蒋中正蒋介石委员长 建议他说 这个可以跟美国购买飞机之外 最重要的是可以从美国聘请 具备驾驶技术以及经验的飞行员 大部分是从美国军队里面退役的 或者是接受过美国军方的训练 但是没有正式在美军中服役的 这样子一个飞行员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这个蒋介石先生才在1940年派遣 这个委托应该算委任吧 委任陈纳德先生到美国去 做这个购机 另外还有这个 这个招募飞行员这个动作 所以一开始我们听起来 飞虎队并不是正规军 甚至我们可以说他叫杂牌军 是一地程度上其实是佣兵 佣兵 对 不过当时中国运气也不错 因为那个时候欧洲的战火 在1939年就燃烧了 然后燃烧之后 当时欧洲国家 一开始的法国英国这些国家 都跟美国购买飞机 所以当时美国飞机 美国各大飞机场的生产线 其实是很满的 不见得挪得出这样的一个空间 来制造中国所需要的飞机 不过当时因为美国的飞机 有一批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在影片中的P40战机 Kurtis公司的P40战机 送到英国去之后 英国人测试的结果 对这款飞机的性能不满意 他认为打不过德国飞机 所以大概有100架这样的飞机 简单说是英国人不想要的 结果就很 让中国很幸运 就买到了这一批现货 然后也很顺利 在陈纳德的号召之下 也很顺利招募到美国的飞行员 飞虎队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这个可以算是 也算是幸运吧 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能够正式成军 是 可是一开始要跟日本空军作战 还是以寡极重 当然 真的是很不容易 当然 那个日本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之前 它基本上 它的陆军航空队以及 陆军航空队的主力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主力 都在中国战场 所以不论是值还是还有量 都是在中国是有压倒性的优势的 在飞虎队来之前 中国除了战前所购买的飞机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们不能不提 就1937年底到1940年之间 苏联也支援了中国相当多的飞机 也派遣了一个苏联驻华的志愿空军大队 代号叫Justice Sword 正义之舰大队 也在中国帮助作战 不过到了1940年左右 这个正义之舰大队 因为政治以及技术上的原因 政治上主要是国民政府 跟苏联的关系慢慢不好了 再加上技术上的原因是因为 苏联也快要跟德国开战了 所以苏联也需要飞机跟飞行员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支援中国 所以飞虎队也等于是 在1941年成军 飞机买回来 飞行员回来 正式成军之后 也等于是刚好 这个填补了苏联的空军力量 即将离开中国的这个空隙 所以对中国来讲 真的是一场即死雨 非常的重要 是 这些飞虎队的将士们 怎么样以寡即重 其实在当中 在纪录片里面 有非常多精彩的模拟画面 那我们现在再来请教制作人了 其实这些画面的取得是不容易的 而且我们知道 这次是两岸之间 共同合作完成了 这部大型的纪录片 来谈谈这个过程 对 这次的片子是我们跟北京大陆桥公司 还有上海即使频道合作的 那主要的制作部分 其实是我们这边跟北京大陆桥公司 共同完成的 那核制的资源有很多好处 就是说因为它结合了比较多的资源 所以它拍摄的范围 可以扩及比较广的范围 对 所以我们这次拍片的地点 就是在中国很多重要的 飞虎队曾经 足迹曾经踏过的地方 我们都有就是到当地去做完整的拍摄 包括云南 四川 湖南等等的这些地方 然后呢 我们的制作团队也到美国去访问了 包括陈湘美女士 现在还在美国 然后陈纳德的外孙女 然后在美国的一些 现在仅存的飞虎队员等等 对 那在台湾的部分 我们也访问了 在台湾的就是张玉板爷爷 跟李继贤爷爷 这两位目前还在的飞虎队员 叫爷爷表示 他们年纪非常大了 的确真的是 李继贤爷爷在我们访他的时候 他已经刚好一百岁了 对 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的 福气很大 然后高瘦 然后到现在还能够维持这么好的状态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 真是硕果仅存 那整个因为就是刚提到 核制资源比较多 我们有机会拍摄到比较多的人物之外 就是我们有机会就是去比较广泛的地区 做比较详实的记录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也透过中国导演 写了第一版脚本之后 因为我们请了这个大陆桥公司的总制片 是一个英国的导演 叫Steven Seidenberg 对 就是这一次的我们的监制跟总导演 那整个脚本后来 整个定版是由Steven这边出来的 Steven过去曾经在英国BBC做过很多纪录片 就是他对于整个纪录片的制作是非常的熟悉 而且非常的有经验 所以他用一个比较客观而持平的观点 然后去帮我们爬梳这整段就跨越中国南北 然后包括跨越到美国等等 整个半个世界的这个很庞大的一段历史 那他个人因为对这段历史情有独钟 他对那些战斗的细节很有兴趣 所以他做了很多详细的研究 所以很多战斗场面的那些描述 都是有根有据的 然后他也是根据这些画面 然后去推演那些模拟画面 所以大家可以在片中看到非常精彩的 那个模拟的细节 都是导演就是他苦心研究的结果 所以王老师在这个画面里面 我们看到陈纳德将军他的战斗方式 不是一般的空军 而是用一种俯冲的方式来对抗日本军机吗 对我们可以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飞虎队早年的时候 就驻华志愿队早年 因为他在数量上距离一个绝对的劣势 所以当时这个陈纳德将军在规划 与日本的这个陆军航空队作战的时候 他就认为不能够 不能够像采取传统的空战方式 也大规模的编队 在空中与敌人对决 他必须要用一种 像类似像空中游击战的这样方式 那种伸出鬼没出其不意 突袭日本的机场 打完之后就化整围嶺散开 让日本捕捉不到 捕捉不到当时这个美国驻华志愿队 飞虎队的主力 这个在当时来讲 在空战来讲是一个创新的 而且是非常大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就飞机性能来讲 P-40这一款战机 跟日本的飞机比起来 相对而言它是比较笨重 虽然它的速度不慢 但它是比较笨重 所以在空中如果一对一进行那种 英文叫dogfight 就是所谓的缠斗的时候 实际上是会吃亏的 在灵活度上比较 对没错 不过这款战机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机身非常的坚固 它对飞行员的保护非常的良好 另外就是它俯冲 因为它比较重 它俯冲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当时陈大德将军的战术 就是打带跑战在空中 居于日本飞机的上方 然后采取一个俯冲攻击 打完之后 俯冲打完之后 立刻就脱离战场 绝对不跟日本飞机进行缠斗 所以让日本人非常的苦恼 对付它这种 从来没有见过的新战术 让日本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那日本人也觉得说 甚至于让日本搞不清楚 它有多少飞机 因为它打得就跑 化整为例 甚至一度 是这个飞虎队最低的时候 因为它作战总是有损失 最低的时候只剩五六十架飞机 可是日本人始终评估 飞虎队在中国战场 有五百架飞机 你可以知道它的游击战术 以及它的这个俯冲作战 一级脱离的这个作战方式 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心理上给日本造成很大的压力 不只日本的军队很少看到这样的作战方式 中国的老百姓在二战期间 也基本上没有看过这样英勇的飞机 那老百姓把这样子的一个空军 称为飞虎队 这是有很有趣的由来的是吗 是的 这个为什么叫飞虎队 这个其实是蛮有趣 有两种不同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说 因为飞虎队的这个战斗机 P40战机上面 其有这个鲨鱼头 那本来这个在大后方 在昆明 重庆这一带的百姓 本来是饱受日本飞机的轰炸 我们知道那个轰炸是非常残酷的 造成中国平民很大的死伤 那自从飞虎队来了之后 这个日本的飞机就比较不敢这么嚣张 这个在轰炸大后方的时候 都有所顾及 甚至还吃过很多亏 飞虎队也主动的出击 去攻击日本的机场 所以当时这个 尤其是昆明的百姓 就觉得飞虎队像他们的空中守护神一样 所以看到他那个鲨鱼 在地面看到飞机飞过去 那鲨鱼头 他就以为那是老虎头 因为昆明是内陆嘛 没有鲨鱼这种东西 他看到那个 这个张个血盆大口 露出牙齿 他以为是老虎头 所以就称叫飞虎飞虎 这是第一个说法 另外那个 陈湘梅女士的说法是说 这个有符合中国传统所说的 如虎天意 就飞虎上天 如虎天意 这样子一个威猛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名词 所以总而言之 飞虎队可以说是 纯粹 这个名词可以说 纯粹是中国人发明的 并不是在西方文献出现 我后来陈娜德也很喜欢这个名词 所以还找那个 华德迪士尼先生 画了一个 飞虎的卡通的一个mark 作为整个 这个飞虎队的对挥 是 而且透过纪录片 我们知道 一开始这个飞机 并没有鲨鱼头 这个鲨鱼头 因为是对我们来说 这一代而言 是很鲜明的一个标示 可是一开始的起源 在纪录片里面 也有谈到很有趣 对 没错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鲨鱼头 最早开始使用鲨鱼头 摆在飞机上 是德国空军 德国空军在北非作战的时候 那个BF110这一款 双蚁型的战斗机 它用鲨鱼头作为图示 不过后来 因为在那个 就盟军在介绍 各地战局的这个杂志当中 被两位飞虎的飞官看到了 看到觉得 这挺好的 因为他们觉得说 日本 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 这个海岛民族 海岛民族是在 在这个海上打鱼为生的 鲨鱼是他们很惧怕的 一种凶猛的动物 所以如果把飞机上 骑上鲨鱼头 他们认为 对日本空军的飞行 会造成心理上的压力 所以他们就马上 有这样子的由来 不过后来 因为很多的 像德国也好 美国也好 有很多的联队 或很多的作战单位 都有用鲨鱼头 英国空军也有 用鲨鱼头 结果反而是因为 飞虎队用鲨鱼头 反而是最为出名 他反而变成了 整个飞虎队的一个代号 一个象征 symbol一样 是 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 已经70周年了 而我们在这个 大型的纪录片 飞虎传奇当中 也看到了 许多历史性的 这些老战士们 现身说法 身体都还健康 还能够跟我们来讲 这一段历史 而在节目的下个阶段 我们就来谈谈 这些随着时代 逐渐凋零的战士们 他们怎么样来描述 过去的这一段过往 现在我们开放现场call in 我们要来听听 大家早晨七点到八点 都在做什么呢 主持人好 那个时间我都在改上班 喂 主持人呢 我都在出早餐呢 我还在泪床 不 我每天听早安台湾 你不知道吗 早安台湾每周一到五 早上七点到八点 主持人夏志平 张宛如 会送上热腾腾的 台湾早报新闻 六十分钟时事解析 让我清楚了解新闻脉动 还有啊 节目有脸书粉丝团 新浪微博 QQ群 每周五 我都是透过这些管道call in 和全球听友互动聊新闻 谢谢这位听友的来电 好 听得出来 早安台湾是您最佳的选择 各位听众 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儿咯 明天起 请转台收听 早安台湾 因为主持人我 我也要去听节目咯 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要一口然后收听 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的朋友你好 我是张婉如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要来介绍一部 大型的历史纪录片 飞虎传奇 而这部纪录片呢 就如同我们上个阶段 所聊到的 其实在当中 有许多的老战士 在片子里头现身说法 我们接下来 要跟着脚步继续进入 他们这一段 飞虎传奇的故事 在这阶段呢 我们再来介绍 现场的两位来宾 一位呢 是飞虎传奇的制作顾问 王立本教授 王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再来介绍的是 这部片子的制作人 郭婉林 制作人你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接下来要请教 制作人了 就是其实这些老战士 我们都觉得 他是一部活历史 在他的身上 有好多好多的 我们当年的故事 在他的脑海当中 所以在找寻 这一些将领的时候 很困难吗 对 要拍摄飞虎队的故事 当然最重要的 要找到飞虎队的成员 第一任务 对 所以当初我们在 开始做研究的时候 就真的认真的 从各种资料搜集 各种来源 然后想办法列出了 一系列的名单 希望能够找到这些人 然后能够做一些 深入的访谈 对 包括王老师的时候 也帮我过滤了一些人 对 那比较可惜的是 因为在这个拍摄的 时间点上面 老实说距离当时的时间 真的是比较遥远了 所以大部分的 飞虎队员 经过我们的 一一搜寻之后 发现很多人 不然就是年纪真的非常大 他已经没有办法说话了 就是可能状况 健康状况不是那么好 或者是他真的 就已经离开我们了 就我们没有办法 做到这些访谈 所以整个一长串的名单 过滤下来 我最后在台湾只找到了两个人 真正就是真正后来 在我们影片当中 做到访谈的 那后来呢 我又在美国那边找到了 就是李学严将军 大家也可以看到 那时候我们访问李将军的时候 他已经高手102岁了 所以是非常非常高龄了 对 那当然我们在中国那边 也访问到了一些 其他的飞虎队员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网站上 我们有一个飞虎先生的专栏 然后里面有一些 他们的个人的介绍这样子 可是除了这些人之外 我们当然希望 因为当年的飞虎队员 其实前后是一两千人的 人数是非常众多的 所以我们除了 现在还能够找到人之外 我们还设法 在历史方面当中 做一些搜寻 所以我们找了一些 比较过去一点的访谈影片 包括之前在1999年 曾经做过的一些 比较有系列性的访谈 对 我们从那个过去的访谈当中 也搜集到了很多资料 所以在我们影片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真正的飞虎队员 在各个片段的访谈 有一些是比较早期做的 有一些是这次我们重新做的 对 制作人在你 找寻到这些老战士的时候 跟他们询问这段历史 他们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是觉得 又开始来讲 一场篇故事了 对 你想想看对他们来说 对一百岁的李继贤爷爷来说 我们访问他的时候 他那一年刚好一百岁 对他来说 他三十岁开始飞行 就是对他来说 那已经是七十年前的往事 对 可是我很讶异的是 他们对很多细节都还记得 非常的清楚 比如说张玉板爷爷还记得 他怎么样离家去从军 然后怎么样 他是徒步 然后坐火车 然后又换什么其他的交通工具 经过千辛万苦 才能够去报名 从军这件事情 所以是离家非常遥远 而且是没有告诉家人之类的 就是怀着一股那种 当年就是很单纯的 想要从军报国 这样的豪情壮志 我们这样子以寡击众 打日本鬼子不容易 你就是要抱着誓死的决心去从军 所以可见当年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 对他们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纯粹真的就是为国奉献这样子 然后就经过非常遥远的过程 才能够真正就是 真正报名 然后从军 他们还有非常严格的体检限制 所以不是每个去的人都可以被录取的 对 就是尤其是空军 他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 对 那这些爷爷在谈起当年的事情的时候 我很讶异 他们真的都还记得很清楚很多细节 然后我相信对他们来说 这些事情都有很深刻的意义 所以才会这么久之后 都还记得这么清楚 像张玉板爷爷 他后来就从军中退 就来台湾之后 他就去从商了 所以他有很长一段时间 已经跟军中没有直接的联系 对 可是对他来说 那还是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段过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段访谈影片 就是没有办法剪在片中 可是我们又放在网路上的 就是他在唱当年军校的军歌的时候的 那个神情 对 你知道 你还是可以看到那个少年 他怀着那个报国壮志的那种心情 我相信那个心情是我们在这个和平时代 没有经历战乱的人 很难体会到 可是你从他流露的神情当中 你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 他们当时的那个 那种情操 然后那种 真的就只想 就是很想改变这个世界的那种决心 对 只想为国家而忘记自己 的确 我觉得真的是上一辈 让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的确 我相信这也是这部片东 不只是这两页 也还有其他一些小小的故事 能够给我们很大启发的地方 就是今天我们回顾那段历史 我们到底要看的是什么 不是说谁战败 或谁战胜这件事情 而是在面对人生 或面对世界的这样的困境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去面对 他们当初所身处的那个状况 你可以看到这些飞虎队员 他到异国去参加作战的时候 他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那其实我们片中有提到 他们到后来参战这件事 已经不只是去帮别人打仗这件事 也许一开始是 就是刚刚王老师讲 对美国的新院军来说 是帮中国打仗 的确 可是到后来 因为他们参与久了 他们的战友也一一 在战争当中牺牲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 个人的情感因素就越来越重 对 这个东西就不再是别人的事情 而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是 没错 所以王老师在美国这一块 其实当年来到台湾参战的 也都是非常年轻的一群 我在纪录片里面看到 最年长的也就是27、8岁 对我们来说 都是年轻小伙子了 他们当初远渡从洋 来到中国参战 尤其到中国那么内陆的地区 四川云南这边 对他们来讲 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对这些年轻的美国男孩来讲 用今天来讲真的是男孩 还在念大学高中的阶段 就来打仗了 对 21 这种年龄 来到中国 然后 当然他们这个我们 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就是1940年 飞虎队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他们是这个也是为了这个个人的这个名利 就是为了这个赚钱 因为当时中国政府给了他们不少 就是很高的一个奖金 可是就成如刚刚这个婉林所说的 这个随着战争的演进 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战友 跟他们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 在中国为了这个作为了跟日本作战而英勇牺牲了 然后再加上再加上珍珠港事变之后 这个美国也参战了 所以这个战争慢慢就变成 不单只是他个人的一个因素 就是也是为了国家 为了友情 最重要是他们在中国住一段时间的时候 他们也真正体会到一件事 这点最重要 就是中国百姓蒙受重大的痛苦 在战争当中 物质缺乏 被日本屠杀 被日本轰炸 那这种正义感 这种季若父亲的正义感 他们是亲眼目睹这样的惨况 这个当时有很多美国飞行员 他们回忆 看到那个被轰炸过的重庆 一片焦土 然后遍地的尸首 然后这个老若父母坐在路边 嚎啕大哭 那种彻隐之心就会出来 就是说人类的文明不应该 不应该是受到这样 一个文明的社会 不应该有这样子事情出现 那我应该我会驾驶飞机 那我有作战能力 我应该挺身而出 保护这一群弱势的人民 这种高贵的情操 逐渐就会磨练出来 是 而且在影片当中我看到 除了飞虎队的付出之外 中国的老百姓 在当中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毕竟飞机轰炸 被日本人轰炸 可能是锁定机场 那机场要赶快盖好 赶快重建 飞虎队才能再度出发 是 这个我们在纪录片里面 会看到一张照片 这个影片我记得也有 就是当时 因为当时 后来等到1941年42年 美国也宣战之后 对中国的援助开始增加了一点 虽然很有限 还是增加一点 当时陈纳德是建议军事委员会 建议这个蒋中正委员长 最好能够把整个 飞虎队的作战的前进基地 从这个云南跟四川 推进到湖南广西 甚至于广东的北部这一带 这样子的话这个飞机可以前进到这些地区 整个作战众生会增加一两千公里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从我刚刚讲的这些地区起飞 去轰炸日本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运输线 跟长江的上面的这个日本的航线 陈达黎一致都相信日本是岛屿经济 只要我把这些补给线把它用飞机把它轰炸截断 这对日本的经济会有很大的打击 可是我们要知道修建机场是非常困难 因为中国没有任何的重机械可以修建 所以当时我们在基础面前可以看到 就是老百姓 当时中国连牲畜都很少 就是老百姓 一个很大的一个石滚子 没错 一群人 男约老幼 里面我们看有很老的老先生 又很小的小朋友 用爬的用拉的 去把那个机场滚平 让美国的轰炸机 让美国的战斗机可以降落在那个机场上面 而且这个所有参加过 在中国参加过作战 很多很多美国飞行员 也有被日军击落的记录 他们击落之后 老百姓为了掩护他们救他们 也是俯老稀有 冒着被日本报复清算的这样的一个危险 俯老稀有 用各种方法把飞行员 再送回这个国军的手里 这里面是非常可歌可泄的故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几十年之后 过了这么多年 只要在中国作战过的老飞虎 都会对中国这块土地 还有中国的老百姓 有那么深的感情 那真的是生死于共所创下来的 是 而且每一位外籍飞虎队员的 制服后面都写了一大奖字 对 来花驻战洋人 军民一体救护 其实因为当时中国文盲很多 所以还看不懂 不一定看得懂 但是他们在夹克的里面 或他们身上还有摆各种 类似像漫画这样的宣传单 就是你看不懂字 你话看得懂 快给老百姓看 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等等等等 不过后来因为国民政府也会做一些宣传 像有几地方敌后的部队或游击队 也会做一些宣传 所以老百姓大概也都知道 那黄头发的是好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帮他们 黑头发的是日本人 大家要注意 对对 好 其实整个战争是残酷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当中的互助的这一段历史过往 所以王老师 其实在整个照片的搜集过程当中 你有看到哪一些你自己觉得最珍贵 印象最深刻的 我想照片非常的多 其实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段很深刻的故事 一个照片其实就是一个故事 我在我印象里面最深刻的是两张照片 给我印象的 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是老百姓拉着石滚来铺机场跑道 这个是代表当时中国人民的那种坚忍跟艰苦 另外还有一张照片 就是1945年8月 陈纳德将军因为种种主要是政治因素 他在日本投降的前夕 被美国军方调回美国去了 当时他的机捕车 要往这个机场坐飞机的途中 短短两公里的路 可却来了十几万的老百姓 整个道路包得水泄不通 他那一段路他就走了几个小时 他有一张照片 他走下吉普车 抱起一个中国的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的妈妈在旁边 还有很多很多中国老百姓围着他 他们就跟陈纳德将军说 感谢你 因为这么多年来 就是你带着这一群美国的战士 出生入死 保护了我们的家园 我觉得那个小女孩象征的就是一个希望 就是说在战火中长大的一个小女孩 四五岁的一个小女孩 就是差不多成大的来中国 作战这段时间 然后出生长大的这样一个小女孩 这个国家在他们的努力之下 保存了一个他手上抱的这样的一个 下一代的希望 所以让人看得非常的感动 是 我们在今天的早安台湾节目介绍的是 飞虎传奇这一部纪录片 而这部纪录片是由公共电视所筹拍的 经过三年的时间很不容易 那接下来我们再请教王老师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纪录片 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看到 很多战争当下的历史镜头 我们看的人后人70年后再看到 会觉得天哪当时是怎么拍的 那时候可以跟各位报告 那时候拍纪录片 尤其在战场上第一线拍纪录片 是极度辛苦而且极度危险的工作 我们知道那时候的摄影器材 是非常的笨重的 这个我曾经看过美军方面的记录 就是他们的战场上的记者 是直接坐在战斗机的后座 跟着战斗机出去作战 他们就在后座扛着摄影机这样子拍摄 所以另外比如说在海上 在路上也是一样 都是枪林弹雨当中 旁边的军人在作战 他们就拿着摄影机跟着旁边拍 他们没有武器 只有一台摄影机 而且子弹是不会分辨 你是军人还不是军人的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光是美国 据估计就有两百多 我记得是两百多个记者 在空中在海上 在路上牺牲 有一个很有名的 有一本书叫欧战随军路 由一位美国记者所撰写 他就是从北非登陆到意大利 到诺曼蒂登陆 一直打到整个欧洲战场 他写了一个非常 那个台湾也有翻译中文本 写得很详细 可是各位可能不知道 那位记者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是 欧洲战已经快打完了 他就赶快来亚洲 好来 结果在这个冲绳作战的时候 就是美军登陆琉球 冲绳作战的时候 他在海滩上牺牲了 对他在海滩上牺牲 对他 所以这本书等于是他的遗作了 所以当时的新闻人员 新闻从业人员 我们要给予很高的敬意 因为他们是用生命保留的这一些历史的镜头 还有画面 是 真的是很多历史镜头珍贵的画面 所以我们要请教制作人 其实在经过这么多年的筹备 到现在终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三年来的成果了 你希望观众看到些什么呢 我可以先补充一下 刚刚那个旧照片的部分 因为我们的确找到了非常多珍贵的记录 包括当年在飞机上 真的就是在军机上拍摄的 就是轰炸现场的画面 对 那有些东西因为影片当中放不下 我们有一些照片 是放在我们的脸书粉丝页里面的 对 然后有一些很详尽的介绍 我非常就是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因为我自己看都觉得 哇 从里面真的学到很多 体会到很多 然后有一些画面真的是 我们平常 你即使看到照片 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照片 可是对 经过一些说明之后 你就能够深深体会到现场的 那个拍摄之不易就对了 对 其实应该也要有一些侧拍 去拍这一些摄影师 到底如何出生入死 留下这些珍贵的镜头 对 这需要一些很偶然的机会 不然当年大概是没有这样的做法 对 那如果一般的观众看到这一些纪录片 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 应该着重在哪一些角度呢 在我们的片中 其实分享了很多不同的角度 就是我们非常刻意的 陈纳德是这个片中的一个灵魂人物 就没有话说 因为他带领了飞虎队 然后到了异乡作战 然后打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 甚至扭转了整个世界的战区 它绝对是一个重点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片中 就是除了陈纳德跟飞虎队 主要成员的这一段故事之外呢 我们还刻意的就是纳入了 很多其他部分的东西 就是包括他们在中国 刚刚王老师讲到 中国百姓怎么样协助他们作战 或是他们跟老百姓之间的互动 有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 比如说有个飞行员跳伞 就是片中有提到这故事 就是有个飞行员叫本尼达 他跳伞之后 就是被那个湖北的村民救下来 然后救下来之后 当地村民就是花了很多的力气 把他送回安全的地方 对 他个人一直到作战 安全回乡之后 念念 对这段事情念念不忘 经过了六十年之后 他还带着家人 七小然后到当地去 就是回去探访 当初救过他的民众 对那甚至在他死后 他还把骨灰就是留在中国 这样子对 有非常非常多类似这样的感人故事 就是可见他们之间的情感的深刻 就是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 那当然是因为他们有一段 共体时间的那个共患难的过程 对那我相信我的意思是说 在那段历史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不同的面向 然后非常多不同的人的不同的经历 可是那些经历对我们来说 都是有非常深刻的启发性的 也许我们今天面对的 不是那样的战乱的年代 可是我们同样会面对 种种你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对 我觉得他们的那种真情相挺 然后互相辅助的那种精神 包括你愿意为了一些 不同的原因 甚至为了别人 不顾自己的那种精神 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对 那我当然也很感谢他们 就是说 包括感谢我们在片中 访问到这些爷爷 他们愿意跟我们分享 对 因为有他们的分享 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去看见 然后去回顾那一段历史 是 而且这个时间慢慢的走下去 他们也会慢慢的凋零 对 留下这些这么珍贵的记录不容易 的确 我们再请教王老师 王老师其实在台湾 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 70周年 我们2015年也会有许多 纪念的活动跟仪式 那至于在飞虎队这一块呢 我们台湾可以再怎么努力呢 我想 我想就是说因为现在 我想我们也不可会言 这十几年以来台湾就历史教育来讲 是比较着重于本土化的历史教育 但是 飞虎队这段历史虽然主要是发生在大陆上 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在冷战期间 陈纳德先生也又召集了不少他当年飞虎的旧部 来台湾成立所谓的民航空运总队 这在大陆上就成立 后来来到台湾民航空运总队 简称叫CATCAT 民航空运总队 后来这个民航空运总队也帮助中华民国政府运送物资啊 或者是这个运送这个敌后人员啊 另外跟美国进行这个各种的情报交换等等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 陈纳德先生以及他的飞虎队的成员 到了中华民国迁台之后 对保卫台湾也是有贡献的 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民航空运总队的一部分 后来就成为华航的前身之一 所以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 所以我想这段历史的传承 和这段历史的渊源 依然是我们今天 即使在注重所谓本土化历史教育的情况下 应该也是不可以忘记的 我想飞虎队的队员 以及陈纳德先生本人 我想无论如何 都是今天我们所有台湾民众的朋友 我们应该不要忘记他们 是 好 所以最后王老师你做个总结 你希望我们的观众 怎么样来欣赏这部纪录片呢 我想从两个 我想我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者 我想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 两个就是两个重要的精神 在这个纪录片里面 我们可以去体会 第一个就是 在那样一个战乱的年代里面 这个有人可以坚持正义 为了正义 为了帮助一个贫穷落后 而且饱受侵略的这样一个弱势的国家 这是一个非常高贵的精神 这是给我们今天 这样一个公立的社会 还有这个国际之间如此现实的一个状态 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就是人类的文明要维持 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高贵的精神存在 人类的文明才能发光发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今天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 我们也必须要承认 最近这三十年 可以说是中国崛起的三十年 中国大陆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在又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国家 那它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说是时松时紧 这外池内藏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中美这两个重要的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曾经为了抵抗侵略而携手合作 飞虎队就是一个携手合作 一个具体的一个结晶 那当这两个重要的国家 携手合作的时候 人类最后战胜的侵略 才有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才能够存在人权这些价值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纳粹德国跟日本帝国 要是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人类文明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能想象吗 所以今天也等于让我们去思考 就是说中国跟美国 这两个大国 如果能够携手合作 为了人类的文明 更好的一个文明的未来而努力 我想是全人类之福 我们在今天早安台湾的节目现场 为大家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主要是要跟所有的朋友推荐公共电视 所推出的历史大片 《飞虎传奇》 在当中你可以看到 你所感动的一个角度 可能不一定像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所说的 但是我觉得 每个人感动的点都不一样 我们更多的资讯 其实大家可以上公共电视的脸书 或者是节目网站 就可以查询得到了 谢谢两位来到今天节目现场 谢谢 谢谢 谢谢